华为手机最近更新了4.0.0的15800本 好多朋友反馈手机无法升级 今天给大家分享详细的操作步骤 教你如何去升级 华为手机更新到15800本 然后在软件更新里面显示无法正常更新 该怎么操作呢 在这里的话 首先的话第一步我们找到我的华为 直接搜索我的华为就可以了 点击进入 进入到我的华为以后 往左侧滑动 大家会看到有升级长线选项 我们点击一下 点击完成以后有个升级长线 我们点击 这样的话它会直接进行跳转 然后我们点击前往软件更新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刷新出4.0.158的白本 当这个158的白本 都增加了什么功能呢 我们可以点击了解详情 可以看一下 它应用新增了AR测量的功能 可以支持快速测量身高长度和体积 当然对图库解锁和相机系统方面也做了个优化 然后的话 我们了解完成以后 点击下返回 然后点击下载并安装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下载并安装